大家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眼联盟的情报显示 中国正试图规避限制措施,继续招募西方现任前任军事人员训练解放军 路透社报道,五眼联盟对中国政府指导的间谍活动 网络黑客知识产权盗窃表示担忧后 最新警告,中国解放军透过南非和中国等民用公司聘用西方国家的前战斗机飞行员 工程师、空中作战人员,训练其空军、海军飞行员 报告写道,解放军希望利用这些人的技能、专业知识,增进自己的空中作战能力 同时深入了解西方的空中战术技术程序 此举可能会削弱西方的威慑能力 从而增加未来发生冲突时的风险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回应路透社置评 五眼提醒,中国通过透过猎头寄送电子邮件 熟悉西方军人员的民营公司承诺丰厚的薰水 去年美国商务部因此对中国、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 南非、泰国、英国、阿联酋等十几家公司实施制裁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一名官员匿名告诉路透社 中国军方至少从新西兰招募了五名飞行员 英国有30人 此外,包括德国等国家 南非测试飞行员学院尽管已受到美国制裁 继续聘请西方前飞行员来训练中国飞行员 在执行中国该项目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俄罗斯情报显示,中国招募这些飞行员都有共产党背景 有时候他的祖上,是爷爷奶奶或者有共产党背景 或者是父亲,就是本国的共产党 中国现在招募这些飞行员都是有什么共产国际背景 支持共产党 所以可以看未来美国也会加大对本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打压 我在前年,我在英国伦敦,在马克思目前给大家做那期节目说过 马克思也是犹太人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这个逻辑,运行的逻辑 就因为有了意识形态,有了这个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这个争夺 反而让世界加速了什么,加速了开发 过去有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呢 阻挡了世界的融合,和西方资本对整个世界的这个开发 那需要搞出两个新的主义,除了民族主义以外 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斗争 两个主义斗争呢,会加速对你的渗透和开发 所以很多之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国家 中国之前也是民族主义啊,你像什么义和团呢 对吧,你像什么中国的这个排外 那很多游行的,但是有了什么,有了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以后,你看中国 这两个主义进入中国以后,那很快中国就 加入什么,加入整个世界潮流 但这个意识形态会导致什么,导致 你被撕裂,撕裂成两部分 包括现在意识形态这种冲突对抗啊 中国共内战也是 那么今天呢,6号的时候,拜登的抵达了法国 参加呢,诺曼底登陆纪念80周年 那这次呢,抵达法国的是,包括英国的国王 李查三氏,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5国元首,政府总理,在法国海滩聚会 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 法国呢,没有邀请俄罗斯出席 当年呢,同美欧诸国一同反击纳粹德国的俄罗斯 决策已经转换 拜登呢,在法国滨海军人目的表示 我们不会对乌克兰事不见 如果我们事不见 乌克兰就会倒在俄罗斯的枷锁下 然后整个欧洲也会倒下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会忘记海滩上发生的一切 英国国王表示 我们必须继续缅怀他们 一次又一次的缅怀他们 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啊 没有将俄罗斯比作纳粹德国 因为两个政权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 但他认为俄罗斯是践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枪权 通过发动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背叛了诺曼底登陆释放的信息 马克龙还宣布 将向基辅提供一批幻影2500战机 以及培训4500名乌克兰士兵 马克龙在典礼结束时表示啊 80年前的今天在这里 他们不畏艰险 不惧风浪 无惧阴沉的天空 无惧狂风拍打悬崖绝壁 他们冒着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 解放了我们土地 我们的国家 那些在6月6号登陆的人 他们不是在为他们土地战斗 也不是为他们的村庄 他们反抗的是令人屈辱的意识形态 充满仇恨的文化 这是我们今天这里的原因 我们知道 自由是我们每天早上要打的一场仗 因此为了全世界 所有生活在自由 平等 博爱和希望中的人们 6月6号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日子 6月6号是一个永不落幕的离物 同样时代6月6号 俄罗斯的哲学家 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杜金 在圣北的宝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 金庄国家是不同文化的对话 而西方仍然置身于金庄国家之外 因为他坚持认为 除了西方文明之外 不存在其他文化和文明 也是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 是只有西方能够统治世界 只有西方文明 其他文明都应该被消灭 杜金表示 谈到金庄国家 我们已经在谈论这个全新的多级模式 那这个模式中没有西方 西方暂时置身于外 因为他坚持认为 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和文明 只有西方文明 而且是唯一的 这就是为什么金庄国家反对这种霸权 反对这种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的做法 金庄国家是各种文化组成 金庄国家是各种文化的对话 谈到金庄国家 我们已经在谈论这个全新的多级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没有西方 西方暂时置身于外 因为他坚持认为 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和文明 而只有西方文明是唯一的 这就是为什么金庄国家反对这种霸权 反对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的做法 杜金称金庄国家是不同的统一体 伊斯兰世界与印度之间 中国模式与伊斯兰模式之间 印度与中国之间 非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 而作为东正教国家的俄罗斯 则是另一种不同的价值体系 但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统一的 因为他们都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建设文明 杜金表示 西方却把非传统价值观 反传统价值观强加给我们 不仅是加强 而且还认为他们应该是唯一正确的 拜登在时代杂志6月4号刊登的专访中表示 中国经济实力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 声称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带一路令人讨厌 他表示一带路倡议帮助中国在全球突破 并挑战美国俄罗斯影响力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仅有量合理增长 而且有质有效提升 唱衰中国必将反噬自身 误判中国将错失机 拜登现在强调中国一带路是失败的战略 但同时美国方面再次表示 美国将对印太地区投资250亿美元基础设施 也是搞美国版的一带路 美国商务长雷蒙多6号周四在新加坡表示 私募股权公司KKR 全球基础建设合作伙伴公司GIP 以及新成立的印太繁荣伙伴关系 已经组成联盟 将印太地区的投资技术设施250亿美元 在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 印度的智能电表混合可再生能源方面 将有更多投资 三家机构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联盟成员将帮助促进 该地区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 推广和发展 该联盟最初将专注于能源 交通水 废弃物 数字领域 规模化基础设施投资 KKR是全球基础合作伙伴 他的投资者包括贝莱德 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基金GIC 洛克菲特基金 淡马西 商务部长雷姆多表示 印太经济框架IPEF 最终确定23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新加坡的工业部长表示 69个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机会 其中的已投资 展示了20个价值6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其余价值170亿美元项目 也被确定为潜在投资机会 随着与中国在南海领海争端 变得日益紧张 马尼拉去年10月宣布退出了中国一带路向 放弃接受三个主要的中国交通运输项目的投资 并表示有信息在其他地方获得资金支持 那么美国取代了中国向菲律宾投资技术设施 所以美国一方面在说中国是失败的一带路项目 美国自己都在取代中国 所以我一直在讲 美国它现在对中国的很多态度 它背后按照镀金的说法 就是美国要保证美国的这个西方所谓的价值观和文明 是不可替代的 你中国要用一带路 要用所有的金庄国家这种各种手段 来削弱西方 削弱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美国是不允许的 首先媒体唱衰你 金融打压你 有机会收割你 所以你可以看西方现在在我看来 你从这次诺曼里登陆纪念可以看 这个纳粹意识的乌克兰 他可以参加诺曼里登陆 当年诺曼里登陆就是反纳粹的 那也就是意识形态只是工具 而西方 维持西方文明霸权 对全世界的统治才是最核心 不管什么纳粹也好 共产党也好 资本主也好 西方文明控制世界 才是现在西方的共识 也是西方极力要维护的 这个西方指的是现在的昂鲁斯达克逊 他的文明 他的意识形态 要由美国由昂鲁斯达克逊来统治这个世界 而欧洲指是什么 指是他在欧亚大陆 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代理人而已 就这个罗马日文文明 包括法国德国 日本呢 其实只是什么 只是自己的一个殖民地 日本韩国是自己的殖民地 而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 这个所谓西方文明要肢解的对象 这就是现在整个格局 你千万不要以为意识形态是最后的战争 不是 从杜金这个讲话来看 意识形态只是西方文明的工具而已 而西方要用各种意识形态 最后要统治这个星球 要把西方文明变成整个星球唯一的文明 唯一的文明 这就是我间对反对 为什么 我支持 多样性 制度多样性 人类文明要多样性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欧亚大陆理论的原因 欧亚大陆才是世界最重要的文明的发源地 因为它有璀璨的多文明 同时发生 中国的华夏 秦汉 罗马 印度 包括埃及 都有古文明同时存在欧亚大陆 那这些古文明发展到今天 你可以看 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整个欧亚大陆 被西方文明包围 而真正还在坚持的 只剩下金庄国家的少数一些 文明还在坚持 这些文明和美国和西方明之间有互动 但是同样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围堵 文明的博弈才是所有冲突背后的真正的低层逻辑 你换一个视角看这个世界 和中俄也好 所谓的集权民主自由也好 那只是外表 只是表象 中东国家也有集权的 那个皇权是不是还拿鞭子抽你呢 沙特国王还可以肢解你的竞争对手 美国没有任何反对 美国没有任何批评 美国甚至还在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 说明美国根本把意识形态 所谓的民主自由当成工具 需要用的时候就用 不需要用的时候我们不用 而美国真正要维持的 维护的是西方文明的霸权 因为没有了西方文明的霸权 也就没有了昂鲁萨克逊 为什么这么说 根据我对昂鲁萨克逊这么多年 十几年前我就到过其方 就到过美国 到过整个欧洲 我也走遍了全球 我今年我美国欧洲 我都去了一遍 对吧 沿着这个大西洋 我对西方文明的观察 对昂鲁萨克逊的观察 一旦西方文明 它被其他文明边缘化 咱不能说边缘化 不再是主要文明 那么昂鲁萨克逊边缘化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因为他不能成为这个整个世界 欧亚大陆崛起的 整个欧亚大陆崛起 它成为一个明星 成为一个核心的地区 它就会被什么 就被其他文明边缘化 文明处在欧亚大陆 他美国什么加拿大 墨西哥那是文明的边缘地带 那就是个岛啊 他如果成为什么普通的一员 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主要核心 没有人在关注他 那么他就会逐渐边缘化 就像过去几千年 你看那个英格兰 你看那个英格兰 他现在还吃土豆呢 炸鱼薯条 就那种生活条件 这还是已经成为发达国家 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之前 你知道英文吃什么吗 你看他们吃什么 这就是文明的边缘地带 他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 如毛银血的状态 在煽动里乱伦的状态 他们不想回到文明的边缘地带 就必须把自己的文明塑造成什么 塑造成整个世界的中心 所以我不能让其他文明 和我并驾区区 不能让其他文明 挑战我的霸权 哪怕跟我平起平坐 我都会被边缘化 所以你在西方 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背后都是要达成一个目的 消灭其他文明 突出西方的文明 它的那一套 这个实际上才是 现在整个世界 如此动荡背后的逻辑 美元也只是整个西方文明 收割世界的一个工具而已 真正背后的 是要统治这个星球的 几乎所有的文明 全部消灭 全世界由西方一种文明取代 所以你看到西方人 所谓的骄傲 所谓的自豪 其他的一切都在其中 为什么他有优越感 对你 其他人种有优越感 就是我西方文明 我是什么 我是统治这个星球的主要文明 你在返美 你是不是得穿西服 西服 扎领带 对吧 你要用我的标准 这就是西方文明 所以他现在非常自豪 他因为什么 他因为他现在在世界 他有坏权 但是其他文明 随着欧亚大陆的崛起 他做不住了 特别是昂尔曹君 那就说明什么 未来会被取代 一定会被取代的 取代以后边缘化 这是西方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你再往上延伸 用什么 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这一套 把世界切割 切割以后 瓜分 有了主义 大家就好动手了 对吧 你过去 你再排外 民族主义 因为有了 共产党 还有反共的 那大家都能合作了 看到了吧 就可以开发你 所以实际上 你看背后的逻辑 还是文明的冲突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我是支持文明的独样性 所以这我是极力反对 西方文明来碎片化欧亚大陆 消灭欧亚大陆其他文明 因为这个人类社会只要有一只剩下一种文明的话 对人类社会是非常悲惨的 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了多文明 就好像炸鱼薯条 让你永远吃炸鱼薯条 你会想死一下 我去那个英国 我他妈吃那个炸鱼薯条 卧槽 吃了我他妈都想怀疑人生了 那么大量 就跟他妈土豆子似 切三刀那土豆子 直接上下你吃 卖他妈死贵 这种生活你想过吗 你想只剩下这一种文明吗 嗯 其他文明呢 你当然想尝试了 人当然希望获得不同的体验了 但西方社会呢 只希望一种文明来统治这个星球 而不希望欧亚大陆崛起 这就是今天在诺曼尼登陆 美国总统拜登 和所谓的他的西方盟友 他们贝利利想的一切 他们要统治这个星球 所谓的反对什么希特勒 反对纳粹 也只是口号而已 工具而已 目的是切割欧亚大陆 一定要从背后看懂 昂鲁萨克郡他们背后的逻辑 他们最怕的是被边缘化